各位同学 大家好 我是建议老师 我们又再次见面了 那么今天建议老师和大家一块学习的课程是 这一是关于方济学的内容 那么如果说有往年 听过建议老师讲课的同学们呢 我们往年在方济学的冲刺班见过 那么今年呢 就要给老师安排的方济学的基础班 那我们就来学学 在我们初学期方济学应该用什么的方法学好它 要想学好方济学需要了解这两个情况 第一个你要想学好方济学 我在冲刺班网年冲刺班也给大家讲过 你首先得知道这门课它是很重要的 重要点一则体验在分值上 分值的话方济数理大致在20到25之间 职业大致在40到50 那么建议老师在多次上课中给大家说过 大家要想顺利通过我们现在的职业考试 每门课都不能有明星的短板 你不能老师方济学难学 我就放弃了 放弃不了 方济学它的分值很重要 你放弃了方济学的25分50分 那意味着在其他课之中你要很艰难 才能弥补方济学 以这样我们还不如把精力在方济学简单分散一点 我们就能拿到相当分值 我们不要求大家方济学拿满分 您只要拿到60%的分值就可以了 这一点是并不难的 那么第一点大家能明白 方济学很重要 因为它的分值并不少 第二点 方济学在整个中医理论体系中占据重要的一环 而什么叫中医理论体系下 大家知道中医是四个四位一体的一个综合体 叫理法方药 那么方济学就是联系我们方和药的一个重要学科 脱离了方济学 我们中医呢就谈不上一个医学 我们要想知道疾病前面的理法 那都是让你去认识中医的 真正和大家临床密切挂钩的还是方济学 所以是方济学 它一则考试很重要 二则在我们学习中医中也占据这样的地位 让老师这么重要 我们怎么学好它呢 那么第一点要知晓方济学的考核方向 老师也是走南传备的 我在多次上课中跟大家说过 每年从北走到南 北到水龙江 南到这个深圳 如果让全国学生投票 在职业师考试十四门课让你选 哪门课最难 百分之八十的学生都要投给方济学 中央的方济很难学 那么难学在于同学们老师把这个难摆在第一位 老师难啊我绕着的走 职业考试我们要赢得而上 绝对不是去畏惧皆难啊 方济难 就在于大家不知道方济要考什么 我每次问同学们 同学们怎么学习方济 老师背方根啊背苏记啊 那并不是方济的所有 记住了啊 方济虽然要靠组成 但组成绝对不是方济的唯一考方济 我们可以汇编这三到五年内职业师考试的 这个方济学的方向可以明显的发现到 每年有没有组成呢 有啊有 但组成只占了百分之三十到四十内容 我们可以把方济学划分两个大的方向 一部分百分之五十左右的内容考组成 但是百分之五十内容还会考组织病症 所以说我们要知晓方济学的可考方向 你要明白啊 我们把方济学的考点花分以下几点 第一个组成 第二个组织 第三个就是配物的意义 方济学每个方不是一个样 那么这个要组合在一块 有什么样的配物 你老师什么叫配物啊 我们在中学学讲过啊 我们什么是方济 方济就是把一位一位中药 搓合在一块组成了一个方 那么方济的配物其实就是重要的配物 重要配物什么单心啊 相须啊相识啊 相识啊相误啊 那么那这些就是配物意啊 比如说简单的说麻黄汤 麻黄汤中麻黄配贵枝 相须为用 麻黄配相仁 相识为用 这就是配物意啊 所以要了解方济学的配物意 就是在这个方济中 每个中要起什么作用 这是配物意啊 第四个要理解 祖方原则 我们个别的方济会考祖方原则 但凡提到祖方原则的这些方济 基本上都是重点方 比如说一提火于发肢 我们要立马想到的是 口济消毒液 对吧 或者轻微惨 这叫火于发肢 一提到少货生气 那没有别的方 唯一一个方就是金贵生气丸 那是个人少货生气 所以这些祖方原则 尤其是独一无二的祖方原则 要找好汤 比如说 但凡提到分经论制 那一定提到 一定烤的是 九味强化汤 只要烤到新开苦将 那一定烤的是半下西云汤 只要我们烤到 烤到后面 宣上 畅中 剩下的房级 那一定是三日汤 所以这些 祖方原则 别小看他了 虽然说我们百分之五十对五十的内容 在组创组织 但是并不意味着在祖方原则 不会考 特别情况 祖方原则也是很重要的一块 那么第五项 就是方级的使用注意 我们很多同学学方级 没有一个究竟 就是老是背方格 方级背方格就行了 你要轻轻看到 我们整个方级的考核内容 它分成五项 组成 组织 配合意义 以及什么 以及这个组方原则 还有方级的使用方法 方级使用 甚至个别的情况下 还有方级的一些加减应用 这些内容 但是加减应用 我们基本上不考 考的内容基本上涉及 一出来加减 那都是重要学的内容 那么在这五个方向中 我给大家说过了 那么组成和组织 是两大突破方级的重点 我们不应该忽视组成 让人绝对不忽视它 我把所有学方界的精力 全放在了组成上 但是很多同学忽视了组织 这不得不说很遗憾 因为组织难不难呢 很多同学忽视组织的语言 在说老师组织不好记 组织好记还是组织好记 组织每个方一个到两个 称此了三个病症 而组成哪有一个方 只有什么一两位要的 绝大多数说 女儿老师也有一位两位的 对了 独身当就一位对吧 那四心当就四位 那左进湾就两位 但是这样的方比较少数 我们绝大多数要考的方 都在九位八九位十位左右 那么这些内容不好记 但是组织病症啊 很好记的 但这组织病症难记的点在什么 它比较特殊 方济学的这些组织病症 是完全遵照 我们原有方济的 古方中的一些病症 这些内容和我们大家 在中医诊断学学的病症 以及我们内外发学的病症 不太一样 你比如说四五堂 简单一个四五堂 主制叫营血虚质症 我们当年考 好多学生都没选对 老师营血虚质是什么 什么什么 营血虚质 营血不就是血吗 虚质不就是虚和血鱼吗 你就四五堂 既能补血又能活血 但是这个稍微绕个窝 比较拗口一点的组织病症 同学们就不会了 比如说今年我们在过去17年考的职业师考的 问你治疗夫人热肉血虚质 选什么方济 同学这些老师什么叫热肉血虚啊 我都没听说过 那是因为你没有理解 这是我们在方济上 古方的主制病症 这些内容只有方济才有 所以说我们在学方济中 要把握这些不同点 那么好 知道了考试方济学的这五个内容 您老师那针对考试了 我们该怎么学习这五个考点呢 这些配武艺以及组行原则 还有方济的使用 我在讲过程中都会给大家讲到 点到的重点掌握就可以了 我们并不是所有方济学都考着五项 绝大多数方济都可组成和组织 那么针对考试有的放施的第一点 我们要将整个方济学给它划分等级 老师这方济学也像人一样 有三六九等吗 不错 方济学在考试中 它就要等级森严 等级森严 我们可以把它分为三个等级 一则是一类方 一类 二类 三类 划分一二三类的内容 其实很一定 就跟考试方济有关 一类方就是既考组成 又考主制病症 甚至这五项全考的 就是组成和主制病症都是重点的 这些方济是一类方 是考试中我们必须找的方济 大值也就是三十到五十个左右 组成和主制病症都考的 既考组成又考主制病症 这二类方是偶尔考组成 偶尔考组成和主制的这些方济 所以一个是 是经常考 一个是偶尔考 因为老是三类方呢 几乎就是无人问津的方济 比如说我们后面讲的什么 玉叶汤 什么暖干筋 对吧 暖干筋偶尔考过 像这些玉叶汤几乎就没有考过 所以说 那么考试中一类 二类 三类 我们重点掌握一类方 这些考试经常考必考的内容 我们要把握它 二类方 大致了解 这三类方 有时间学习 没时间就算了 因为我能理解大家在学习方济中 那种像撞墙的感觉 那么这时候我们能够适当减负就减负了 因为三类方几乎好多时候都无人问津 像大金融汤 对吧 这些方济 大限用当 考试的可能性很小 很小 我们重点把握在 这些一类方二类方 一类方有什么特点 记好了 这方学一个很微妙的出题方向 一类方的来源几乎相同 我们在整个方济学这一二百手方济中 约有50%到60%来自于商寒论 和基督一类方张准的方 记好老师说的话 张准的方全都是一类方 哪怕你说老师林贵猪肝当 就算林贵猪肝当 这些组成不用你记 他也是重点方 麻性是肝当重点方 二类的方 所以这些来自于张准的方级 都是需要大家想要的 我们基本上每年考组成的方级 绝大多数都来自于张准的方级 所以这个点要知道 那么这是关于等级 大等级 就是说要针对考试的方式 我们要等级 把精力花在应该花费精力的地方上 好钢是在道士上 这只是一类方 是我们需要掌握的重点 在考试授考试中 我和大家区分的内容 那么第二个 那么学习方级 要掌握好记忆的方法 很多同学就很讨厌方级 老师这东西太多了 太琐碎了 前面记后面忘 包括前面讲课 还有学生 老师你怎么能记得这么熟呢 没有别的 就是多急 多倍就行了 我们在整个职业考试过程中 老师说过一句话 包括今年咱们 这个考试后 考后和大家讲直播课 同学说 老师你说的话太对了 说句不是很负责的话 有的同学别去较之 这话就成立了 你一较之就不成立了 职业考试过程中 四门课至关重要 哪四门课中期中止重要方级 我曾经在多个场合中 我给大家说过 你把中级中正中央方级 学好了 只要是考试就考过了 为什么 那么中级中正中央方级 合在一块 刚好是离法方要的一体 那么这个内容 就最能体验中医 那么这中级中正中央方级 我们在初开始学的时候 因为这现在叫基础班 刚开始学习的时候 我把它叫两臂通两臂计 两臂通是我们一定要通晓两门课程 去读通它而不是什么样 不是去背会它 那两门课程需要大家去通 去理解呢 一则中期二则中正 这两门课不是让你背会的 而是要去理解它隐含的道理和知法 对吧 道理和知法辩证的方法 而后面的两臂计就是中药和方计 一则方一则要 合称叫两臂通两臂计 因为老师呢 归根结底还在计两臂计 我究竟该怎么计方计 计好方计啊 这一主治病症 因为一个方只有一两位 一个到两个主治病症 所以这个不需要科学 这个提到谁 对吧 张三还是李四 要立马想起来 我举个例子 我们这些年考什么 我们一四年考的 问你知道胸中血液什么方计 那是学府主义堂 对吧 学府主义堂 有一年考 问你知道因为什么方计 那是帝皇隐子 那帝皇隐子 问你知道大头温 那是普及消对 所以这些主治病症 一个要什么样 每一个主治病症 也要立马要想到 对应的是哪个方 因为这些内容是比较少的 它机量不大 所以这块内容 我就不再浪费全程了 大家的经历主要在组成 那么怎么组成 组成的记忆方法是什么 很多大老师背方歌 好 这是一个方法 方歌 方歌行不行 当然行了 很好了 我们终于传承这两三千年来 组成 一直都是强调的方歌 方歌 有各种各样的方歌 几百 好几个版本 无论哪个版本 那么继方歌的同学 我给大家提个性 提什么性呢 如果你在学校是个好学生 那么在学校 你在学习方句的时候 这些方歌都背过 那现在拿起来 实际来 因为老师忘了 实际来是很快的 方歌就这样的 跑出 就在于他当时背的时候很痛苦 但再实际来很快 很快 那么但是如果说 你在学校不是好学生 老师在学校没好好学方计 当时都是模糊过关的 现在又靠方计学不会 那我就建议你 别再跟方歌死课了 为什么这样说呢 就以我亲身的经历而言 我背方歌 我背方 方济组成 确实是被方歌为主的 我在方歌上下过死功夫的 当时大学的时候 自认为还是好学生 方济学考了九十多分 一百分考九十多分 当时方歌 他的是每个方都背了 但是等 方济学是我们大二学的 等到大五考这个 大学五年级考这个研究生的时候 我就发现方歌又忘了 两三年之后忘了 一干二经 当时考研中医综合 不是要考方济学吗 好又再次背了一遍 好背了一遍之后 就考上研究生了 跟着老师 这个选好导师了 但选好导师不是让你立马上临床 他还有一年的 这个研究生阶段 还有一年的这个基础科证 好这一年基础科证学完下来 又该跟着老师临床了吧 我发现我方歌又忘了 怎么办呢 那马上要上临床了 老师一问你 一问三不治之 这很丢人的事情啊 好又背一次 这三次下来我发现 所以事不过三 中国人说话是很有道理的 这三次背起来发现 方歌确实烂水星 时间再久远 你看我毕业也十多年了 时间再久远 这些方歌依然在脑海中 忘不掉的 但是你说老师 那是多好啊 我这样背方歌 但你才明白 我这三次背方歌 几乎是一年了去 也就是说方歌背了三年 背的 肯然烂熟了 大家有没有三年 去准备方技学啊 直接考试14门可乘 一门可背了三年 那你得多少年 才能考到植一啊 所以说方歌啊 再需要背过 那现在继续背方歌 如果没有背过 那么第二种方法 更适合大家谈 大家啊 就是什么呢 就是趣味歌诀 趣味歌诀啊 歌诀 趣味歌诀就是用 一句话 对吧 简短的三五个字 或者十几个字 把这个方技的组成 隐含在那里 比如说啊 我们背的什么呀 背的直跟子堂 17年不考 老师跟子堂吗 叫阿玛麦蒂 贵大人干生计 贵大人地 至于大家熟知的麻黄汤 对吧 叫干妈贵姓 那么这些趣味歌诀 能够带领大家 快速掌握方式组成 那么你说老师是多好啊 那么趣味歌诀 有什么特征呢 第一点 就是背的快 忘的快 一个方一分钟就完事了 但是背的快 忘的快 第二个背多了 容易混 容易混 那么这两个 这两个弊端的话 针对于方极端难度而言的话 并不是问题 因为什么 就拿第一个定声 老师背的快 忘的快 但是你忘的再快 一个方一分钟 你再拿起来 对吧 还是一分钟 要你像背方歌啊 你第一次背会他 没有个10到15分钟 你别像背会一个方歌 背会了 你再忘了 你再捡起来 又是10到15分钟 你算算哪个划算啊 所以说 对于考试而言 如果说我们方学 重新学习 单于应对考试而言 建议大家 被修复到解 这能够快速的 把握好方计的组成 那么这是 学习方计学 方计学 第一个要将方计 我们要应对考试而言 要区分等级 第二个要 掌握好相对记忆方法 第三个 我谈谈方计学的重要性 也是上面的内容 上面的重要性 我们大家走向临床中 方计学的好不好 能够直接影响了 大家的一个临床 我们方计学这些内容 大家学习 学到深度的话 你会发现 和我们在前面讲的 中计中诊内容不太一样 中诊讲的很明显 证什么证 什么肝阳上抗 什么肺脾气虚 肺肾气虚 心肝血虚 讲的是一般一夜 而到了方计学中 你会发现 他的辩证 并不像你想象那么简单 这才是真正的中医临床 这才是真正的中医临床 方计学的症状 才是我们在临床中 所要面临的主要症状 而中诊内容 只是在法和理中 让你去理解它 在临床中 没有那么典型的病症 很多同学学报方计就在于 割离了书本和临床之间的内容 老师这书本的内容我背会了 而方计恰恰是临床使用性很强的 就没错 我们国家在17年 是中医非常利好的一个消息 中亚法案颁布之后 国家要重新竖起了振兴中医的旗帜 不光述旗帜 这次他做了很多内容 这个内容在什么地方 这个内容就在于 我们在各个方面都给中医 松开了这个疫情 很不中医的这些绳索 那么同时为我们大家 树立了很多榜样 比如说全国评了十多位 十多位这个明老中医 对吧 明老中医 其中有一个我熟知的张伟教授 国一大师吗 张磊教授 全国就十多个吧 张磊教授 这是我大学的时候一个受科老师 我们当时在上本科的时候 张磊老师还不是那么火 因为那时候年纪还不很大 还不是那么火 但是已经流传 他那还不是国一大师 但是那时候流传张磊老师一个唯一了 你在一个上学的时候 你能占一个唯一 那这很不容易啊 对吧 一个大学建校五六十年对吧 或者百十年 你能占这个唯一之不容易的 张磊教授 我们当时大学里边 唯一一个背回五百手的方计的 唯一一个背回五百手方计的 这个学生 学生 他让我们本大学毕业的 这五百手多不多啊 你说老师这多 真正算数量并不多 为什么因为五百手 对吧 你一天背一手 一年半就背完了 你说老师不是这样 记得前面背后别忘啊 好你就在翻背 对吧 一年半 三年让你背 这五百手方计 老师三年背 没问题 你这背后一百手方计 就成国一大师 不是的 张磊教授这五百手方计是怎么背的 一则要背会组成 二则要背会计量 张磊教授 把五百手方计的组成和量都背回来 被组成都把大家背的 吐口水了 让你背量啊 你更是背不了啊 我们都大家都听过一个道理 叫传方不传量啊 这量才是中医的一个精髓 我们现在都在出阶段 我给大家说一个目标 将来你也要想成为国一大师 你能明白你的目标是什么地方 这个内容绝对绝在方计学有所体现 你背不会那么多方计 那么临床使用效果不会太好 不会太好 好 那么这是我们在这个学习方计学前天 我给大家说的内容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证文 第一单元总论 总论中我们学习什么内容 总论中第一个我们要先说说方计和制法 理法方要嘛 制法和方计之间的关系 那么关于方计和制法的关系 这个并没有明显的考点 同学们记住它就可以了 记住它在什么地方 就是我们方计的这个确立是由制法来的 叫什么叫方从法处 我们中医整个辩证论治的思路在什么 中医基础理论我告诉大家过 就是我们首先要去忘无问切来搜集患者的症状资料和体征 然后概括判断的某个症的过程那叫辩证 论治的过程就是首先根据辩证的结果选择制法 然后根据制法选择方计 然后根据方计选择药物 我们叫方从法处 同时法随正理 也就是我们先辩证再缺法 然后再根据制法选择方计 这叫方从法处 法随正理 方计跟制法证的关系 什么一切相关密不可分的 进行在以法组方 以法浅方 以法类方 以法施方 这些内容 那么这些内容统一概括起来 叫以法统方 也就是我们方计学的确立 是由制法来决定的 那么制法 常的制法有什么呢 常的制法 有清代一家程中林 在一些心物中 一门八法概括的最为全面 所以只要我们提制法 我们就会想到程中林的这个八法 很熟悉 记住 常的制法叫 汉土下和清温消补八法 程中林这个一家 我们后面有他的方计 我讲到他再提到他 大家学习方计学也好 学习中也好 往往 你说老师这学不好 中医太枯燥了 其实中医一点都不枯燥 中医比西医的兴趣性高很多 西医是冷冰冰的解剖 药理 生理 病理 这些内容 他都是要你眼睛看到这些内容 而中医啊 很多内容 就是你动进脑子 想一想 他来临床 我们很多老师把这个 这个中医的课程讲得太死板了 那么这些中医课程 其实讲起来是很有意思的 后面我会给大家讲 从中林啊 你要学好中医啊 首先对于中医有爱好 有兴趣才能谈好学会他 你没有兴趣 你学不好 汉土下和清温消补 我们来看第一个汉法 汉法很明显是通过开歇凑理 调整因为宣发废弃的一种方法 那么你说老师在汉法治疗什么病症 很明显 我们治疗一种病症 就是外感六云之邪所形成的表证 也就是表证要用什么法 要用汉法 是在表的六云邪迹 随汉而出的人之法 那么汉法又分 根据选要的不同 又分为新温发汉和新凉发汉 如果给予补法的话 也叫扶证 扶证去写的 扶证去写 还有配合下法啊 消法啊 中央使用 两大类 就是一个新温发汉 一个新凉发汉 新温发汉的麻黄汤 桂枝汤 新凉发汉的分别是 银销散 丧吉 那么这就是汉法 就是汉法 针对什么证 针对表证 第二个汉法身份分什么法 意思是新温发汉 意思是新凉发汉 或者是扶证去写 这个就是汉法 针对表证没什么说的 这很容易 在其在表证 汉而发之 第二个是吐发 吐发 吐发是通过拥吐的方法 形成于阴格 胃腕 以及胸格的这些邪气呢 从口中吐出的一类质法 这呕吐啊 本身是人体的一种 生理的一种反应 尤其是当吃的不好了 对吧 那都会自然而然的 这个拥不 它是保护胃气的这种方法 但是吐久了 那会损伤胃气 我们大家都知道 在经验四大集中 张子和 张子和 对吧 专用汉吐下三法 这要病症 所要病人来了 要么发汉 要么呕吐 要么什么呀 拉竹子 对吧 汉吐下三法 所以在古代 这个吐发是很常用的 但我们现在 这个吐发呢 很少用了 吐发是因为什么病症 什么中风的 谭雲啊 素食雍至于胃晚呢 毒物上的胃中 或者谭腺 雍生的一些 癫狂 猴臂 以及干尸 患乱 吐歇不得 等等 这些特征 但是一定要记住 医则并未 绝对靠谁 要靠上 其在上者 要吐之 对吧 吐之 在胸膏胃晚 咽喉的 就在上交的 那么吐发是 绝对生争的 第二个病症急 内需食血 以及体质壮食 为什么吐发 特别要强调 体质壮食 那是因为 吐发会损伤胃气 吐久了 都损伤胃气了 损伤胃气 或而素体气弱 妇人心产 以及孕妇呢 应该适用身法 适用图法 二图法 这是关于第一个图法 执法中 汉 吐 下 第三个下法 考试的内容 汉法和图法 没什么考试内容 老师讲课中 我们现在基础班的内容 就在于 我老师不能跳着讲 这个基础班 我们要把大家的 基础大牢固了 真正跳着讲 专讲考的内容 那是我们的重续班 现在阶段 你先踏着学 因为这一点 就算不考 但终于讲道理 你的道理不明 你也学不好它 下法是我们要考的内容 就算在基础班 老师也会清清楚楚的 和大家点清考试的内容 下法是通过什么方法 卸下 抵挡 以及攻击的方法 是停留于体内的 这些素食 造势 冷急 淤血 结痰 还有一些停水 从下窍而出的 这个内容 这种方法 叫下法 大家可以看到 下法 一则针对 它是有形邪气 有形实血 对吧 实血 有形实血 有形实血 都是针对实血 素食 造势 冷急 淤血 结痰 停水 都是一些实血 那么 虚的不能下法 实血 第二个就是 它要从哪儿出 从下去而出 尤其通过什么 通过这个大病而出 那这种 才能叫什么法 下法 但凡 这个血在胃肠 导致大病不通 造势内截 或热截旁流 停弹流瘾 以及这瘀血 积水等等 有形实血之症 都可以用下法 那么由于 病情有寒热 正气有虚实 我们在后面 卸下集中 大家可以看到 分什么下 叫寒下 代表方级什么方 你说老师 这都提不起来 方级就在于 你从来没有想过它 你但凡想过一点方级 都很容易 那么提起哪个 季形代表 你的想意的 寒下 那一定是大成气 对吧 大成气 温下 温脾汤 润下 润下 我们叫什么 叫增夜汤 对吧 增夜汤 煮水的是石灶汤 公主兼尸的 黄龙汤 那么这就是我们后面 卸下集中的这五大分类 分类 那并可以和其他 制法结合 应用 这是下法 下法 下法 两个考点 第一个 它真的对象 就是有形世界 第二个 要记住 它从什么处 而出 从下去而出 才能叫下法 第四个 第四个 叫合法 很特殊的 一种 制法 很特殊的 制法 之所以特殊在什么 看 吐下 你在脑后中 一想都明白 但你老是什么 叫合法 中国人 大家都知道 为人处事 叫以合为贵 按以合为贵 那么合 就是通过 和解 调和的方法 是停机于 半表 半礼 或者 藏和辅 或者阴和阳 或者表里 适合的 病症 得以解除 这种制法 大家可以看到 那么但凡合法 这些邪气呢 占据的 不是一个病所 不是一个病所 而叫半表 表和礼 藏和辅 阴和阳 表里 适合 这些症候 我们采用合法 合法 那么适应 失望病症 考虑 适应于合法的 适应病症 我们要适应于 邪犯 邵阳 我们叫和解 邵阳 干脾不和 叫调和 干脾 胃肠不和 气血 淫味 适合 等这些内容 那么邪犯 邵阳 和解 邵阳的代表方计 我们一定选谁啊 就是我们在一间 考的小柴虎汤 和解上小柴虎 和豪秦青蓝汤 干脾不和 我们要选择 叫四尼散 调和干脾 四尼散 或者通小方 如果是肠胃不和 我们要选择 拌一下 泄心汤 这就是合法的 这些内容 依照这个 合法的这些种类 分为和解 邵阳 透达膜炎 调和干脾 酥干和味 分销上下 调和味肠 而我们到方计学 你说老师这么多 是不是都有方计啊 其实都有方计 但是我们在 方计学的内容中 它并不这么多 真正对应方计的 和解上的小柴虎 好尽青的 小柴虎汤 然后第二个是 调和干脾的 撕尼散 痛血要风 然后再一个 就是调和味肠的 半下 这就是合法的内容 至于 这个气血淫味 适合的 可以选小散 对吧 小散 小散 这就是合法的内容 那么第五个 叫温法 记住啊 合法真的病症 都是两个病位 表里 脏腑 营养 都是两个病位的 这种 调和二者 这些温法 温法 那很明显 用的是 喊药和热药呢 温法 真的叫热药 要用温理散寒的方法 选择什么药物 福子 干姜 肉贵 来治疗什么症呢 李寒症 我们在中极中 把它叫什么 叫寒则热治 那么针对的 李寒症 李寒症 根据部位深浅 轻的不同 分为什么呢 分为叫温中 屈寒 以及回药旧 还有温经散寒的区别 那么这些你要想的 温中 屈寒的代表方 叫谁呀 叫李中汤 回药旧 的方 叫谁呀 叫四尼汤 温经散寒的 可以选谁呀 什么通脉四尼汤 对吧等等 就选的这个 当归四尼汤 对吧等等 温经散寒的 这组 温法的那种 来看第六个 温 有温就是谁呀 清 温法是用温热的药物 来治疗寒症 那么清法 就是用寒灵的药物 用通过清热 泄火 解毒 凉血的方法 来清除 李热症的之法 针对李热症 火症 热毒症 那么根据 所选择的 这些热的 不同藏族 以及热式的清重 我们把它分为 清气氛热 清阴凉血 清热解毒 和清腹脏热的不同 清气氛热 白虎汤 清淫 凉血的 清淫分热的 清淫汤 凉血的 入血分症的 消血气氧 添黄汤 清热解毒 这就多了 多了 那么代表的 有谁 白头红汤 白头红汤 黄灵解毒汤 这都是清热解毒的 这清脏腑热 清肺热 血白症 清味热 这个清味散 玉女金 清肝火 龙胆 血根汤 清心火 导致散 这就是我们清法的内容 方济学 学到一定境界 那是得心应手的 你要首先提到 这些代表的方济 你在脑海中 要有轮廓 而不是是 老师我就读方济 从第一个读到底 最后一个 我是的 这些代表的方济 你一提到 这个清气 凉营 凉血 清脏不热 这些点 你到此脑海中 想到它 学好中心的方法 不在于死经费 而在于你在任何时间 都会想到它 自然就学会了 第七个法 叫小法 考虑 我们在八法中 历年来考试 涉及过的 因为其他都简单 汗 土 夏 温 清 这五个方法 都太容易 汗度下 清温 这一想都知道了 含着热的汗汁 对吧 汗 吐下 这都是临床 你能想到的 但是三个 考过的吃法 都有特殊点 一个下法 一个消法 一个合法 这三个方法特殊 合法 说过了 都是因为 邪气在表里 在脏腑 在阴阳 调和阴阳 调和气血 调和脏腑 以及调和 这个和解表里 和解表里 那么为什么下法 小法也算特殊的呢 是因为下法 小法两者的 针对邪气很相似 你看 那么小法是通过 消耻导致 行去活血 化痰 沥水 以及驱逐的方法 那方法是 气 血 痰 池 水 虫 这些有形 在体内缓慢 消耻症 我们可以看到 下法跟小法的 针对病症 两者基本相同 都针对的是 素食 造食 冷急于血 结痰 停水 你看 是不是 基本上都有 都有 但不同点 在什么地方 就是二者的靠定 问你何谓 消耻法和下法的区别 两者的邪气都差不多 都是有形式解 不同点 就在下法 大家可以看到 我给大家区分 虽然说两者 主治病症 基本相同 但下法一定要 从什么二处 从下去二处 那下二处 同时下法 针对的有没有气质 它并不针对气质 它并没有气质 下法并没有气质 它针对的是 素坛 造食冷急于血 以及这节痰停水 这些有形式解 而作为消法 它虽然真的也是食邪 但这个食邪 不一定是有形 比如说第一个气质 它就没有 这些剩下的血 潭 食水 这就和下法很相似了 下法是要通过下去而出 但消法是在体内缓慢消散 下法急 而消法缓 下法一定要从下去而出 而消法是在体内缓慢消散的 这两个考顶一定要保护它 考试是要考核的 那么举例说明 考试为你大成一堂属于什么法 喝完大成一堂是古代瀉下的俊剂 喝完之后一定换着拉肚子 要拉肚子 那叫下法 急下存下下法 而如果为你保护而属于什么法 它是一个消失导致的方计 那叫消法 按消法 所以这两个病症要保护它 消法针对的 这个对应正后 往年出过一次题目 针对的叫饮食停滞 气质血鱼 增加急剧 水是内停 谈一部话 以及肝急 虫急 还有疮痒 臃肿也都可以用消法 消散臃肿 也算消法 还有不法 读法比较简单 我们叫虚则什么质要补质 补分什么补什么 无论我们的中药还是方计 中药中的叫补医药 方计学中叫补医剂 读法都主要分这四类补 一则补气 二则补血 三则补阴 四则补谁也补一样 那你能想到代表方吗 这些内容 你多像老师讲的方法 你多说了就会了 补气 四君子 补中义气汤 补血 分别是素汤 当归补血汤 补阴的 要选到六位 帝皇玩 左规玩 补阳的 要选到金规身心玩 以及右规玩 那么这就是补 补气 补血 补阴补阳 这叫补法 我们叫虚则 不知君子的虚则 虚则要用补法 双述八法 分别剩于表里 寒热 虚实等不同的正后 但是对于绝大多数的疾病而言 它并不那么单纯 你老师 这寒的热之 热的寒之 虚则不知 实的虚之 我都会了 但是对绝大多数的病人 到了临床症 病情都是比较复杂的 复杂的 所以说单一的制法 很难满的需要 我们通常需要 多种制法配合 这个点在讲方济学中 会讲到 所以说 虽然说分裂都是 把它分为八种方法 但是真临症用的时候 多种方法可以配合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